他衝的多辛苦嘛 他就整場一直在逃 其實他是可以被壓制的 就是元素是可以被壓制的 但是隱身爆發這東西沒辦法 就是你很難去 很難有一個比較好的手段去壓制隱身爆發 這個隊名會不會太長我看一下 不會 不會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雙方的職業組成跟加點 同隊他們用的是雙元素幻術工程以及盜賊 兩隊 誒? Frostball 為什麼 為什麼Frostball今天在這一隊啊 還是他本來就是這一隊的 嗯?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同隊幻術的一個加點 他用的是大劍 劍以及火把 反應方面是空氣火焰 慷慨以及能量 身上用的是吸血符文跟劫略者的項鍊 喔 特性方面是 喔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那個 PU的一個粉碎流 對 但是可以注意到就是那個 Helsus他 並沒有選用powerblock 就是在那個支配這一系 嗯 對 那他是選了就是 shatter shatter的傷害更高 然後面對那個被你dex那些 目標的話可以多30%的傷害 所以他的那個shatter傷害會非常非常高 對 那另外一點就是現在那個PU 就是原本的第三排點滿那個PU 那這個特性可以讓幻術的自保能力會變得很強 就是他隱身時間會很久 他隨便一個這個DECOE 就6秒 所以那個火把4也是6秒 對 他跟剛剛那兩個幻術不太一樣的是他點了這個第三排的這個混沌器 然後接下來看到第二位這個工程師 工程師用的是萊福槍 法音是能量以及智慧 身上用的是吸血符文跟這個士兵的項鍊喔 他是偏坦型的 那他特性點的是煉金 以及這個 發明跟槍 爆炸 爆炸 炸藥啦 炸藥 他這個 BIG XEN他的這個特性其實就是說 他捨棄的 也不是完全捨棄 因為他有帶那個智慧法醫 所以他還是有一些 但是他爆傷不高啦 那 但是他的控場還是很強 就是我們知道步槍工程他的控場就是一大多 所以他是主要是 嗯 利用他的控場然後把自己撐硬一點 然後讓 讓 就是團 做一個團隊控場 控場角色的一個定位喔 嗯 那再來接下來看到盜賊 盜賊用的是短弓以及筆槍 法音是 火焰能量空氣鮮血 身上用的是吸血符文跟捷掠者的項鍊喔 那特性方面則是暗殺 鬼詐跟暗影 其實 目前筆槍賊大概就是這一系 就是大概都是這樣點了喔 135以前的135點滿 只是說 有些盜賊他在第一排的最後一個點 有些人會點這個 這應該會翻叫靈感嗎 然後有些人會點斬殺 所以 但是靈感比較 就是這個偷竊的時候 可以用兩次 然後 就是你的這些技能有可能 因為偷竊的時候 就從製他的CD 嗯 喔對 然後那個 這個盜賊阿 等一下說他是 德國最強盜賊 OK 接下來看到第一位元素 第一位元素 用的是雙匕首 法音是能量以及厄韻 身上用的是吸血符文跟天際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 火水奧 嗯 那 那 Lypeon他以前是玩戰士 就是這個玩家是玩戰士 但是他現在也是 換了元素 可以看到其實 兩隊都是用雙元素的組合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元素很強 因為基本上 你現在如果 你沒有Bunker守護 第二個最好的Bunker 就是能夠踩在臉上 承擔傷害的職業就是元素 因為他有 他極 去戰力 一定程度的 坦度 因為他如果 假設他切圖 那個Protection沒有被消掉 的話 他其實是 蠻 蠻能夠承受傷害的 然後 機動性 還有輔助能力 對就是 如果他踩不住了 他可以跑 他有機動性 他有閃現一個電視 然後 還有 還有還不錯的傷害 還有還不錯的傷害 所以現在的元素就是 他很全面 他很全面 OK 再來看到第二位的元素喔 他也是 他也是 他也是用雙匕首 然後 厄運能量 吸血符文 跟天界項鍊 特性一樣是 火水奧 OK 那再來看到藍隊喔 藍隊的這個 盜賊 盜賊他用的是 筆槍以及短弓 法映是 火焰空氣 火焰空氣 身上用的是 吸血符文 跟捷律者的項鍊 要開始了 然後他的特性一樣是 一三五喔 是我廢話太多 對 好 對不起 好 兩隊都是用一個 雙元素 然後賊喚 以及工程組合 一模一樣的 鏡像組合 那我們就看 等一下這個 賊喚 組合的發揮 因為賊喚組合 在鏡像組合裡面 賊喚的發揮會是 最重要 那 另外一點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藍隊的 換術 之前是 在 Origy Logo打的 所以 所以他們 又取了一個 跟Origy Logo很像的名字啊 對 結果藍隊他們是 沒有留任何人在首加喔 就 由這個工程師是 直接 站下來 對面加點 讓其他成員來 終點來做一個會戰喔 第一波藍隊是 瞄準了那個 紅隊的LIKEN 所以LIKEN是 直接被打的 下了那個高地 不過 目前血量還算是 蠻OK的 對 那但是 點是已經被藍隊 站下來了 所以說 兩邊現在是 各有一個點的一個狀態 那現在 元素被集火的蠻慘的 而且他的這個 技能已經 幾乎都在C當中 現在 下了一個高台 有隊友掩護喔 對 他的位置算是取得不錯 那個閃線閃得很即使 對 所以 雖然說他剛才是 被控場之後 那個水血條還有6秒CD 不過因為一個閃線 所以讓他回到一個安全的位置 不過相對來講 就是終點已經是由 藍隊 就是藍隊第一波的爆發 蠻 比較快 把他們的 原本踩點的元素 是逼下了中間 所以現在 紅隊就是要選擇一個rotation 他們覺得終點可能 暫時是打不下來 不過 Red11 這個盜者是死在這個 半路 那剛剛 Hell11是用了一個傳送門 是 回來做防守 所以說 他們是 又成功的把對面 加點給站下來 那 紅隊加點的情況 是 那個元素 他 現在是 正在試圖 往重點移動 然後後面是 有蠻隊在追殺他的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可以順利逃脫 一個火衝 那 後面現在是 有 工程師隱身喔 而且上面還有一個幻術在等他 所以他這邊非常危險 一個定身之後 這邊進入一個迷霧狀態 準備倒地 Hell11 應該會用一個傳送門 欸 Hell11 他剛剛傳送門用掉了 對 所以說 因為元素他其實很OP的一個地方 是他在死亡的時候 他可以用迷霧進到傳送門裡面 讓隊友救他 但是因為 Hell11 這個傳送門 剛用完 現在剛CD好 那我另外補充一點就是 我們剛才在介紹Build的時候 Hell11好像是帶那個 Marauder項鍊 對不對 但是他現在換 他進到比賽之後 把他換成Berserk 對 變成一個更暴力 對 爆傷會更高 爆擊傷害會更高 但是他血量是非常低的 對 怎麼一波爆發 但是 元素是順利的閃過了喔 那終點 似乎要被 紅隊拿下來啊 我覺得這波 紅隊做的這個rotation 還不錯 他們陽攻了一波 這個 自己加點 然後 Hell11走到半路以後 就又折返 折返終點 然後把終點給開擺 所以變成現在是 藍隊完全沒有點 那 紅隊就可以利用這個分 這個時間喔 把這個分差給 翻平吧 嗯 然後Hell11他又在自己加點 外面是有留了一個Portal 所以說等於他 這個狀況不對 他現在就傳回去了 嗯 這樣子他們 他們決定放掉 因為終點藍隊的人 是 明顯是多過紅隊的喔 所以他會決定 不要送到那邊 直接一個傳送門 拿兩個邊點 對 拿兩個邊點 那藍隊是有人在點上支撐喔 所以說 現在 目前是還沒有踩下來的狀態 尤其又是元素 那我們來看一下Hell11 他是打算怎麼做 他們這邊 感覺那個轉點都是依靠在Hell11的Portal上面 蠻重要的 過來一個爆發 藍隊成員的血量都還蠻低的喔 這邊一個工程師 走來這邊 交出的補血是 成功把血量抬高了 然後並且這個 元素現在 也是被集火蠻慘喔 他利用一個地形掩護 那點是成功的被紅隊占下來了 所以說 藍隊他們剛剛也是傳一個Portal傳到終點去 對 發現打不下來直接拉退喔 他們這樣子可以縮短兩點之間的距離 他們就可以直接轉移一個點 轉到 對 這個 自己加點這邊來 那這樣的話就是一個交換 就是說 藍隊這一波轉回去 紅隊可能打不住了 紅隊可能打不住了 紅隊可能會去終點 對 只派一個元素回去 那就要看 欸等一下 那 HELS這邊放了一個傳送門 所以 不確定 T14G 接下來的 輪轉會怎麼做 目前是雙元素都已經趕到了這個原點 然後 跟紅藍雙方這邊是一個3v3的戰鬥 對 那點上如果是兩個元素的話 可能暫時會 打不出來 就要看這個 賊換的一個爆發 可不可以 有辦法把 人給秒掉 哇 HELS這個傳送門算是失敗了 就 呃 也不是說失敗啦 就是說 呃 他為了自保 而放掉 是沒有 對 只是為了救自己 沒有做上什麼戰術上的運用 那 他們覺得終點打不下來之後 賊也 引到了這個 原點去 那 不過藍隊在這邊是被滅團了喔 兩個成員是一個島地 所以是這個點 將由紅隊成功防守下來 並且終點 又被HELS給開白了 他剛剛回家 回了個血之後 這邊又把終點開白 哇這有點自傷壓制啊 對啊 然後 然後那個 接下來紅隊的人 又往終點做支援 所以說中間那個元素 可能也是蠻危險的 那這樣子 藍隊的成員 他們的死亡時間 是整個被錯開的 讓他們 不過 不過 藍隊剛剛那個 呃 倒在點上的元素 是被到底偷偷的救起來 也不是偷偷啦 因為那個BK之前是有發現 但是他們沒有 他的傷害不夠 壓 壓住那個 嗯 倒地 所以 這邊是 紅隊又趕回來 支援他們的工程 對 HELS這邊進場喔 一個隱身 準備要爆發了 那 元素目前是沒有受到什麼太大的傷害 但是藍隊他們這邊 人數是比較少的 所以他們 現在 現在試圖要撤嗎 沒有人 人數是一樣 只是說他們 狀態可能 狀態比較差 對對對 OK 幻術是留了一個Portal 這邊 撤往終點 這樣中間會遇到那個賊 喔 這賊被幻術一波爆發 現在殘血喔 就要做了補血之後 打算要上中 來做一個支援喔 他先疊一個隱身 他說實話 毒藥之後 直接從後面捅這個 幻術的PP阿 欸 這個 筒PP是你可以用的詞嗎 這應該我講就好 OK 那幻術血量很低喔 叫做補血之後 他這邊狀況不太好 所以他直接跳下了Keep 那並且在這個 藍隊加點的這個戰鬥 這個 工程師是被拉回來 並且 準備要來 他在幻術一波爆發 現在殘血進入一個迷霧狀態喔 所以說這個點 紅隊應該是可以成功守住 那他隊友趕快要救他 可是 是成功救起來了 但是大家的血量都不太夠 在那邊盜賊又要倒地了 TCG很 這場很常用那個Big Zane去守 一個 編點的任務 因為他比較硬 然後 像剛剛其實Big Zane也是 短時間的EV2 然後 萊平是很快的回來幫他 那 這樣我覺得 對於 紅隊 對於藍隊來講 他們可能 要 在輪轉上面 做一些 更隱秘的輪轉 因為你直接過去的話 EV2 因為工程他這個 他有一個肉有血 他可以利用控場 把你的傷 把你的這個爆發給擋住 或者是說他有一個 格擋 然後加上他又是 士兵項鍊 所以他其實短時間的EV2 他應該是可以承受得住的 那變成說我覺得 可能去打元素再踩的點 就是隱身狀態下去打元素再踩的點 可能 更有效果 而不是打這個工程再踩的點 結果剛剛紅隊加點是趁機被開白了 而且點上是兩個元素在打 所以可能會打一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終點的狀況 終點現在目前是 藍隊的 並且Healthys趁機到點上想偷開 不過是被發現 哇剛剛Liken 他被變Moa 然後只剩下大概100滴血吧 居然 居然活下來 OPOP 這個元素的這個瞬間的續戰力 而且Healthys一個傳送門 帶了隊友回來 終點可能會掉啊 終點可能會被開白 只剩下一個工程回來守 那他們就留他們那個Bunker的工程 在點上防守 而且 這個Moa直接把工程逼破 逼得離開了終點 所以 這樣其實也是一波交換 只要那個Big Xen沒有死的話 就不虧 就不虧 因為他們現在是拿 終點跟 自家點 那假設 Big Xen就算這邊的點掉 這個也是一個原點 他們要再過來 甚至說 接下來假設 紅隊的人有損傷 其實他們 等到藍隊拿下自己加點 再過來 其實應該 那15秒都還來得及喔 喔 他真的蠻硬的欸 就是他們 兩個這個賊幻 在打他 結果 拖了好久 應該要死 不過這邊終於是倒地了 那終點 幻術在往終點做移動喔 所以說他們剛剛 是短暫的一個 少打多 但是現在人數要變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誰的視角 他是在高地上 結果被 直接被對面進場的幻術一波爆發 殘血阿 但是這個就是那個 吸血符文跟那個幻術那個 血量到25% 欸25 25的時候隱身的那個 特性可以 互相 互相 互相搭配的一個原因 對 就是說他被打出那個 迷霧的時候 他通常也是隱身 對 就會抓不到他的位置 對 他就可以很安全的這樣 保住自己的小命 OK 這樣藍隊應該是可以成功拿下終點喔 那 Healthis他 開了一個傳送門 傳到了這個 自家加點 藍隊這邊終於是拿到了兩個點喔 不過紅隊的分數其實是已經快要來到500分了 等一下看有沒有機會搶奪一個BOSS 或者是他們打算 就是 防守 那 並且紅隊的工程師剛剛趁機去把藍隊加點給採白 並且等一下應該會成功的採下來 對於藍隊來說他們如果想要贏的話 必須把點給給開吧 對 看起來應該沒機會 因為現在這個分差 因為他紅隊只要死守一個點就可以贏 對 Healthis直接被關在這邊 毆打 終於倒地了 開了一個傳送門 但是來不及傳走阿 因為終點紅隊還是在一個二打一 他們沒有任何人在防守原點喔 就放給他 反正 就是 要贏了 我覺得整體而言 這一場兩隊實力其實我覺得蠻接近的 那只是說 紅隊 他們是一點一點小小優勢慢慢累積出來 那關鍵在於哪裡 關鍵在於 BIGZEN 他每一次都有擋住 就是說 他在EV2情況下 他都可以撐很久 撐到隊友到 那 藍隊的攻勢其實被化解了好多次 包括他們 就是他們好幾次打邊點都是 打到 他們也不一定有損減圓 但是他們打不下去 就是打不了 打不贏 然後又撤回中間 那一來一往就是 紅隊拿了兩個邊點 然後終點是藍隊 這樣子一來一往 慢慢把分數拉開 那這個是一個關鍵喔 就是說 紅隊整體而言他們的rotation 是 好上一點點 然後加上BIGZEN 成功的EV2好幾次 嗯 就坦住啦 也不是說他有殺人 就是他成功的撐到隊友來 對 那就恭喜TCG 現在是1比0的一個領先 感覺TCG他們就是那個工程跟元素 各佔一個點 然後 然後讓Helsey是 Tesby 你在笑什麼 沒有我在笑那個AR說Tesby立功了 我跟你講我都不想說上一座比賽 我就覺得Tesby根本是JR Smith你知道嗎 就是走決賽走個落賽 然後那個Helsey就是那個Helmus你知道嗎 就是Helmus然後 他們都沒有把那個點數投資到頭髮上面 就是然後 但是 投資到別的地方 所以他們比較強嘛 是不是 一個人carry了 上一週的那個冠軍賽 決賽真的是 Helsey是 唉 一個人非常努力的carry 那Tesby 莫名其妙就是他位子 莫名其妙死了好幾次 結果他們現在變成兩個坦工程阿 他們正當地圖好像都會換阿 嗯 就兩個工程一人佔一個點嗎 其實Tesby他的本質是工程 對 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到TCG這邊 唉我筆數忘記改了對不對 嘖 我們剛剛是誰的bill還沒講 藍隊阿 藍隊阿 藍隊沒講阿 全部嗎 那我們很快來講好不好 我忘記的講阿哪 我根本就是 好 我們從元素開始看 雙筆手元素 火焰 能量吸取 吸血符文 跟天結項鍊 特性是 土水奧 然後看到 盜賊 盜賊剛看過 就是筆槍賊嘛 然後再來是幻術 幻術是大劍劍火把 然後用的是狼群符文跟捷獵者的項鍊 特性就跟 Healthy一樣 點一二三牌 再來看到元素 元素這個是 雙筆手 天界項鍊 跟這個 火水奧的特性 那接下來是 工程師 工程師 這個也是一個坦的喔 那個 萊福槍士兵項鍊 吸血符文 那特性是 對 也是同樣這三牌 所以說 一邊是一個坦的工程師 另外一邊是兩個阿 大股 小肚 高 重點還是傳送門的應用 這張圖 傳送門 太好用了 那個 進去打boss也可以用 可能有些朋友會對於他們那個元素用 為什麼用吸血符文有疑問 因為吸血符文他的那個四件特效是你用Heading skill 就是你用補血精的時候你下一發攻擊會吸血嘛 但是基本上元素他不會去 他文章這個補血會放著讓他轉被 讓他被動 對 那但是其實重點在於他的六件特效 就是說你血量低於20%的時候 然後你會變成迷霧 那這個東西在面對直傷爆發隊 尤其現在這個大秒殺時代 賊換隊 他是很有用的 就是說至少你比較不會一波直接從100打到0 那假設他你這個迷霧有時候有時候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被打了一波你水血套CD 但是這個迷霧可以幫你撐過那個水血套CD 就你迷霧出來之後你可能 你可能又可以切水 然後又又活過來了 所以可以看到歐服蠻多元素會選擇用吸血符 雖然說真的事件特效幾乎是沒有效果 OK這邊第二場比賽開始了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一個戰術布局 紅隊是由工程開架 並且幻術盜賊這邊是打算造一個後方去終點 那藍隊則是工程跟幻術盜賊在旁邊隱身 由元素上中支撐 兩個坦的工程各去一個點 因為看到藍隊這個元素他站的位置很小心 他一直怕黑魯術盜出來 弄他 站的很後面喔 這邊 結果他們是留 這邊是留兩個工程單挑 不過黑魯術過來爆發了 然後剛剛一個定身 不過是沒有打出這個效果 那現在工程師嘗試往終點退 對 OK那我們來看一下終點的狀況 對我補充一下剛才終點的狀況 剛才終點的狀況就是賊換直接 幻術直接壓了那個RedLevel一波 那個紅隊的盜賊是直接被打出那個吸血符文的迷霧 然後 瞬移走以後那個元素 用一個Shield Refuge加上元素 瞬移過去幫他補血吧 把他的血量抬起來 所以也是蠻驚險的差點就直接 第一個減圓 對那幻術他是開一個傳送門打算過來 來幫這個點喔 不過這個點目前是已經紅隊的 然後他過來幫忙開擺 因為剛剛黑魯術過來幫 所以說這個點剛剛是先被踩下來了 不過可以看到藍隊加點這邊下來也是被紅隊所佔據 那而且黑魯術也是過來 過來一起幫助防守 迷霧 迷霧之後進門 這個就是迷霧的功效喔 我覺得 我覺得 藍隊要想辦法去打元素戰的點 我覺得他們每次打 工程的點打不下來 但是他們現在又換了兩個 他們有兩個工程啊 你一直 對啊也不知道怎麼辦 兩次了喔 就是 開場也 喔沒有開場沒有 就是剛才那次也是讓Tesby逃走了 對結果紅隊他們就靠著那個點一直拉分 而且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人在防守 但是藍隊沒有意識到那個點現在是空的 所以說他們變成一隻在被對方欲去欲求啊 其實他們現在不能走的原因是因為終點快要被紅隊踩下來 對 所以他們如果假設現在他們撤離這一點的話 那有可能變說你那點開白但是終點被拿下來 這樣子的話其實也沒有賺 對不過他們成功把Health擊殺在這高地 但是要被救起來 這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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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要救到自己死掉 對啊差點就要自己死掉耶 心臟好大喔 對這邊持續在做倒地壓制 那這樣子這個Health等待復活的期間 這倒地剛剛飛負爆發差點 他現在隱身的上點 並且藍隊是終於站下一個點 我剛剛元素去跟那個工程打的是 是逃 往終點逃啊 並且這個點也是被開白 哇 你看這個工程真的是 要要中鑰匙 中鑰匙 所以元素打不贏這種工程 欸欸欸 還是死不了 哇塞你們看一看這個 毅力不搖啊 還是5秒5秒 我剛剛 有那個 TESP幫他稍微補了一下 但是還是倒地 這個應該救得起來喔 這個應該救得起來喔 哇現在三個點都是開白狀態 終點被工程 偷偷站下來了 並且 紅隊也是要拿回自己的加點 所以等一下又是一個點對一個點 那就看這一個點會站 兩個坦克工程 這個 蠻有趣啦 哇 黑衛士100滴血存活下來啊 然後現在是 瞄準了對方的倒誰 其實這就是 這就是PU的威力喔 PU PU SHATER就是 他把 在原本那個 SHATER 粉碎幻式的基礎上 多了一個非常非常強的 而且是無解的 自保 而且不只是自保而已 基本上隱身其實他是屬 攻防兼備 哇這個秒 哇 因為剛剛開一個傳送門到終點轉點 結果 試圖想要秒對方 但是反而被對面後來來的幻術給秒掉 對啊被冰球一個這個大劍三插死在地上 哇 欸他這場其實被叮得很慘 是應該叮他 他代表是可以想念 不叮他 對不對 肯定是要叮他啦 一萬五的血 對 那這樣分數馬上就要被反超了 看一下這個 CVC有沒有什麼對策 這元素可能也走不了了 有水血條CD好 有有有 被淘到了終點 下三個點都被藍對手佔據阿 這不是很樂觀喔 剛剛Light很亮就是我說的那個迷霧 那個吸血符的那個迷霧 可以幫他助他撐到他那個水血血條CD好 就是 對於面對這種秒殺賊換的這種組合 是很有幫助的 那Helsys這邊是嘗試把自家點贊回來 並且 工程師跟盜賊現在是在對面的點 不過對面的幻術趕過來做支援了 這樣也是打出來 接下來其實重點要看Helsys怎麼去運用他的傳送門 因為 因為現在我覺得藍隊他們兩個點的防守其實是做得很好 那 就是要看有沒有辦法利用隱身打出一個破口 Helsys直接隱身然後瞬移到了原點 這不是想要怎麼帶呢 因為他有先擺一個傳送門喔 牡絲要帶風向了嗎 牡絲過來變鳥 一個 一個失誤 一個失敗 被 卡到地形 不過他們隊友很多在這邊打算直接搶取這個元素的性命 但是看起來是那個工程要先倒 對啊 而且Red Eleven 喔不過對方的元素血量也非常非常低阿 你這邊兩邊都倒地了 看誰可以先把這些隊友救起來喔 你身在救 所以Big Zen 唉唷救起來了 然後 紅隊是 剛剛都在做這個 屍體的壓制 所以是 沒有人在救他 這一波應該是紅隊會贏喔 不過分數現在 有一點差距 對 等一下看 會不會有那個Rush Road之類的 紅隊 還是一個2點比1點喔 那幻術是一個傳送門傳走了 回到終點來做防守 那紅隊現在 他們打算在高台上做一波集結來打終點嗎 OK 兩個幻術在對打 這個不想秒殺的一個狀態喔 然後 所以是放一個傳送門在高台上 就反而是 紅隊的這個元素先倒地了喔 一個土盾之後 迷霧到旁邊 隊友隱身來救他 應該是可以救起來 你有沒有覺得這場 變成是 TCG在團戰上面 都沒有什麼優勢 沒有打出一個風向來 就是他們團戰打步 他們只能站兩個邊點 我覺得這跟他們 只剩下一個 對 只剩下一個元素有關係 因為這樣的話 他們在團戰上面的一個 續航力就會變得比較差 雖然說他們在邊點上面 工程可以撐得住1v2的攻擊 但是 假設 他進入一個3v3的團戰 或者是甚至4v4的團戰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 那個元素的續航力還是 還是比較優秀的喔 剛剛他就是試圖去破門 但是因為這邊打得太激烈 所以他是回來做幫忙 剛剛一波差點把秋生信給帶走 不過一樣 也是一個吸血符文的迷霧喔 就為秋生信 那他贏身打算到邊點來幫助 這個隊友把 這個 工程的性命給取走 看一下 這個進場爆發 被一個格擋擋住 這就又來了一個幻術 所以說這個點非常危險 必須趕快有隊友趕過來 那現在 目前是一個3打2的狀況 不過你可以看到工程 這種坦型的 控場工程就是這樣的喔 他 可以利用他的路由鞋 然後格擋 以及一些他的技能 去很好地去 他被卡了 沒有沒有 他自己站到那個位置 去很好地去規避 對方的第一波爆發 可以撐到隊友來 所以 其實 照這個態勢下去 分數遲早會被 紅隊給反超 那 藍隊又集結了一波 賊換一個傳送門 傳到另外一個邊點 那這個邊點是 元素佔的喔 所以這個元素就可能 有點危險 隊友來得及回來 不過賊換這波的爆發 第一波爆發 其實是沒有 太 沒有打得太好 那個元素 然後剛剛克斯他們也是 有做一個轉點喔 然後他剛剛也是打到倒地 大概被救起來了 這邊 終點 在做一個 比較大規模的會戰 但是 紅隊加點 是成功被藍隊打下來了喔 所以 也是蠻危險的 這一波就是 因為他們那個點 戰士元素 而不是工程 假設是工程的話 我覺得那個賊 沒有那麼容易被打下來了 恩 應該是 點也開不白 然後 他們紅隊就 補人補到了 那元素是沒有辦法 因為元素的那個 他的自保比較 偏向他是 用他的 那個 那個 爭議 他的那個 不能來自保 那 就是他的那個 practition 跟 regeneration 那假設 但是元素跟盜賊其實都可以消 就是他們都有一定程度的消分的能力 所以這樣的話 就是元素可能會採不住 所以他必須要逃 那這樣的話 點就被 藍隊給拿下來 所以 這一波來講 對紅隊非常非常傷 他們沒有辦法 就是他們沒有 沒能即時的把元素調過去 這個傳送門要去哪 這個幻術 把門打破之後開 開傳送門 哇這一波 這一波 我覺得守不住 我覺得要G啦 守不住了 GG 4個人衝進去 現在只有 Lightman接近而已 這個 而且還有move啊 這個 你主要被秒啊 GG 1比1啊 OK 這場恭喜藍隊喔 取得1比1的平手 這個就是 我們之前有提到說 在這張地圖上 你到比賽中後期的時候 你拿 原點跟中點 會比你拿 加點跟中點 還要來的優勢 因為這個很難守 因為對方的防守會 就是假設你拿 原點跟中點 對方的防守 對方的站位的話 會比較偏向 你們 就是你們自己的加點 也就是會離他們的 自己的領主比較遠 所以剛剛的情況就是 一個傳送門 傳送四個人過去 四個人直接衝進去 紅隊只有一個Lightman 一個元素 趕到半路 根本還沒有進去 連切個水 幫領主補個血 都還做不到 領主就死了喔 這次 弓可負 趕一下比數 趕啦 哇 這個 嘖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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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多隻隊伍 那麼猛啊 你看TCG 然後Orange Logo 現在又跑出一個Orange Logo 感覺是Orange Logo的二隊耶 這個他不是原本的那一隻Orange Logo 所以那個可以看到那個成員不太一樣 不是同一隻隊伍 那個幻術士啦 幻術之前也有在Orange Logo打過 所以等一下Orange Logo出賽的時候 我又很好奇他們會用什麼組合 因為ROM好幾宗沒打 是不是啊 他最近在搞機啊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那個Twitch他跟 Danshee 兩個開心的直播 同G 喔沒有啦好像是Danshee過去找他 因為他們都是那個 他們是哪裡啊瑞典嗎 瑞典的 欸Helsus也是瑞典吧 那為什麼他們不找Helsus啊 因為他們不同隊 有心結 哎呀 好八卦 對 等一下要打的是這個傳送門 不是不是傳送門啊我在講說 偷 偷自射 哈哈哈哈 其實我跟你講 Helsus如果那一波他 隱身去原點 然後那個變鳥 有成功的話 他們加點可能不會掉 就是可以再拿2.9一點 好啦那個Tesby又換回元素了 不過我必須要說坦坦工程好像有點作用啊 蛤 有點抖頭啊 不是好像 不是有點作用而已 是挺有作用的啊 蠻好的 可以撐得住賊換啊 元素撐不住啊 元素會倒 會被打出 不是血太薄了 他用4B相片 不是血 那個護甲不夠高 而且主要是他的 他的 他的自保方式是依賴他的身上的恩賜啊 那恩賜被削 你沒有Protation 沒有Regeneration 沒有Vegar 那個 中文叫什麼 沒有 保護 沒有 再生 沒有活力 其實你就有 元素就有可能會死 但是 工程不一樣啊 他格擋就是 實實在在2.9 那個 幻術 能破格擋的也就 也就那一招 然後 能無視格擋也就那一招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 的肉有鞋 他可以至少可以 穩穩 的阻止盜責的追擊 對 那 這張地圖也是賊換主場 兩隊都有賊換啊 對啊 所以就看哪邊賊換發揮的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今天 Helsus傳送輪的表現 沒有像他上週那麼精彩 他剛剛被沒有太多 但是對 其實他被盯得太緊 所以他很多時候傳送門是 為了救自己而開 就沒有辦法說 做一個很好的輪轉 OK那這邊第三場比賽開始了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一個戰術布局 紅隊是元素開架 藍隊 藍隊沒有人開架 是要做壞事啦 他們要五個人上週嗎 沒有 他們三個人要去編點 工程幻術跟盜賊 我覺得元素很害怕的躲起來了 然後工程並且一個工程去藍隊家裡 我們來看一下終點的一個狀況 Kesby表示不對 我告訴你他上週也是這樣子死的 我跟你講他就是 他知道他 他知道不對勁 但是他就是不跑 他就是我躲在這邊 來這裡看一看 他們肯定看不到我 OK這樣子 藍隊跟紅隊就各拿下一個編點 那就要看一下終點狀況 Kesby在窗台上 但是雖然說各拿下一個編點 但是場面上是一個4B 所以對於紅隊來說 他們還是比較4B 對 但是這邊是一個Moa 沒有秒掉這個元素啊 隊友幫他抬了一個血量 而且他 出Moa之後又 水血套是沒有在CB的 所以現在馬上就已經滿血了 那盜賊是趁機去把藍隊家點給開回來 變成Hellie這邊有點被追殺很慘 他跳下了高台 他並且點上狀況 現在是由這個工程在點上支撐 並且終點馬上就要被踩下來了 那現在三個點都是一個開白的狀態 Hellie這場真的 他這一場被點很慘 就留一個Portal 然後瞬移上高台 一個爆發 這元素被爆發 死掉倒地了 隊友 隊友沒有嘗試再救 但是Hellie血量也很低啊 欸 就成功被那個 是戴伊莉莎嗎 什麼東西 沒事 沒有啦 那迷霧而已啦 沒有救起來啦 看他好像有什麼東西丟在那邊 好 那現在編點是這個 元素 點現在應該也是短暫的時間也是踩不下來 但是 盜賊是實在的點中間 會一直偷偷在救他 應該是可以救起來 並且藍隊的盜賊血量也很低 他順一上了高台 喔 就終點很多藍隊的成員喔 我覺得應該是 可以順利的站下來 現在Hellie跟元素打算要來終點 直接順上了點位 欸? 不過這波TESP可能會有危險喔 編點TESP看一下 就藍隊他們就是直接放掉了 直接放掉了那個邊點 直接放掉了終點 然後去打這個 紅隊的加點 喔TESP這次成功的逃脫了 對 TESP進攻啦 沒有死就是好事 那另外一個殘血的元素是順上了這個屋頂 看一下點上 哇這屍體 剛剛那個 藍隊的那個 工程 屍體 倒地 被 那個 TESP一個 Sherryfuge救起來了 就終點兩邊一直站不下來喔 他們其實那個 兩邊資源都來得很快 所以就變成一隻 一直兩邊輪轉 那可能剛才跳箱子的時候 都卡了一下 結果就死了 對 他放一個薛魯術局 但是 迷霧走喔 但是他那個還是隱身的狀態 對對對 要救起來了 應該是可以救 成功救起來 切水 對但是點是被站下來了喔 不過這波你可以看到那個 紅隊賊換的動向 可能偏點那個 藍隊的元素會有點危險 對 一波直接 哇 直接打出了迷霧 直接打出迷霧 而且可能 可能走不掉喔 因為盜德又進場 對但是幻術這邊血量也很低 有點危險 喔 要Polo帶走 OKOK成功的補血補起來了 那個剛剛的那個 藍隊倒地的元素 是由這個 藍隊的幻術用一個傳送門 把他自己帶走 回到終點 就救了起來 他們在終點集結 但是兩個邊點是都被站下來了喔 那 那個TESB現在被追殺當中 嗯 TESB這邊那個在逃 OK一個傳送門 他們打算轉終點嗎 沒有 他們是換 換人過去 對 因為TESB狀態不好 讓他回去終點 做一個回復 然後 轉了 其他人過去 打這個邊點 對 轉了傷害比較高的賊況過去喔 成功把這個點給開白了 沒有那個點 那個點 就是開白的 好那這樣子 工程師又在往這個點上過來啊 所以說他現在還是在那邊一打二 但是可以持續保持這個點 讓他不要被開白 看他可以蹭多久 哇這種工程師真的是 很能耗時間 並且元素也趕過來做支援 並且元素也趕過來做支援 他們現在在這點是 要準備做一個四打四的大會戰啊 所有人都往這邊過來 所有人都往這邊過來 那黑肉石跟盜賊隱身之後 打算要秒這個工程師過來一個粉碎 那他現在還是一個定身狀態喔 有點危險 那開一個傳送門 那開一個傳送門 又傳送門走了 呃 嘖 可是雖然說他們都可以保持這個人員 就不死然後轉點 但是紅隊他們更進的速度也是都很快喔 所以說目前還是沒有占到什麼太大的便宜 那現在 這還是蠻重要的 因為像剛才那個工程已經被摸完 然後他是勉勉強要支撐住 然後一個傳送門帶走 變成說這樣子的話 接下來這一波輪轉 是由藍隊先發動 紅隊變成守方 他們可以把他們的手勢轉換成攻勢 所以一旦假設他沒有這個傳送門 工程死了 他們就只能守 因為他們必須等到 呃 他們的工程復活之後 才能集結一波 才是一個 呃 人數上面對等 情況 對 所以他們這波轉換 你看Tesby在這邊又倒地了 這邊救的很危險喔 一直嘗試在救 四個人全部血量很低 喔 不過可以看到他們那個 那個水 有沒有看到 直接把所有的人全部補起來了 那個 那個 combo做得非常的 那個 熟練阿 全是你這邊 被那個 Hellest 跟到的一波 集火了 直接DPS到死 所以這邊 藍隊大概要選擇 又要撤退 再撤退一次 我真的覺得他們剛剛那個水補起來很漂亮 就是 最近 可能 比較少看到啦 就是 可以這樣子做得很好的combo 點上現在又是元素在支撐喔 然後點是開白狀態 讓他們轉到終點 這個 開了一個Portal在中間 然後中間是 成功被開白了 雖然是幻術是傳回來 但是慢了一步 然後他又在傳走 這邊血量又很低喔 所以蠻危險的 突然一個爆發 沒有做到什麼太大的傷害 那Hellest 在窗台 被盯得蠻慘的喔 一個補血隱身 不過他技能 都還蠻健康的 應該暫時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危險 他一個F4 擋掉對方的爆發 開船之後 我們回到了點上 然後瞬移到窗台上 不過這樣等於說他用了 兩招 就是 私力比較長的 去做一個逃脫喔 然後變成 盜賊隊友是給他一個 缺乳refuge 然後他們就可以來做一個 隱身的進攻 那現在要上來 兩個人要做一個 聯合的爆發囉 目標是那個 元素 但是元素 你可以看到那個 元素是有 那個Stoneheart 反應很快耶 就是 這個 這個元素 他是 他是那個 土水澳的 他有那個 Stoneheart 就是說 他在土協調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被暴擊的 所以這種元素 是很坦很坦的 假如他有先意識到 或者是他土協調沒有心意 當他被 控制或者是 要被爆發的時候 他切個土 他就可以很好 很好的擋住傷害 對 那幻術跟盜賊 又是 一起行動 這邊成功把編點開白 準備要 擊殺這個 元素 可以看到他就是 利用一個地形 有這個 防禦的位置 那他現在在 往終點移動 可不可以成功的逃走呢 這邊 直接跳上來 切一個水 OK 成功的回到了終點 這邊終點還是一個 開白的狀態 我嚇死了 我以為他要摔死 你知道嗎 他真的是差一點 哇 一個傳送門 就讓TESP去邊點 這傳送門 就用得很漂亮 對 他去邊點回復 然後終點還是 因為坦 坦得太多 我這個戰實還是打不下 這樣等於 其實這樣做就是說 我說藍隊這樣子 交一波招式 他可能 一些CD比較長 也不是CD比較長 就是中等CD的 技能都已經交掉了 結果你擊火的目標 這樣子 一個傳送門逃走以後 你下一波的 會戰 即使你是人數 可能比對面多一個人 因為他一個人傳走了 但是 其實你這一波的 傷害 會比較 不足一點 那他回復以後再過來 其實就差不多 對 已經沒有招了 對 就是比他支撐得非常好 那個 現在又要 上終點嗎 欸 結果有人在開砲 是這個 可惜 在開砲 那目前還沒有人要去拆啊 我覺得藍隊在終點的攻勢 可能會打不下 一個人是 一個有炮 對 一個有炮 另外一個是BIGZAN還支撐 喔 BIGZAN 快死的感覺 OK 補血 補血好了 喔 那個補血沒有抬起來喔 哇 一個利用地形 護槍武 可以看到那個元素喔 那元素幫他補血 所以說 沒有倒 那幻術目前還在開砲 又有一個補血 哇 這個元素 不離不棄啊 我可以補血CD好了 喔喔喔 起來了 欸 你們這波的集火 欸 13 13 在一個燃燒 這邊解不掉 解不掉 哇 OK 元素幫他 再幫他補 哇 哇 打不死啊 激情試射啊 這時候 這時候打了一波 然後對方撤走 DKZAN應該打個問號 問號 嗯 有事嗎 剛剛有人在打我嗎 聽說是個集火 是嗎 不過其實元素幫他 弄了很多啦 就是幫他補 然後幫他解那個燃燒 解順庄 對 撞到你 到底在散步啊 一個陽光 一個傳送門 傳送終點 不過對於藍隊來說 他們 要盡快啊 就是他們終點戰鬥 要趕快的拿下來 而且 要打到紅隊有緊 不過你可以看到現在 場面上的狀況 反而是藍隊這個 換速已經倒閉了 對 藍隊的狀態也比較不好 因為他們現在這個分差 如果這一波 終點還是拿不下來的話 基本上 沒行 很難啊 很難逆轉 盜賊殘血 放一個薛瑞 但是非常危險 沒一個定身 補血CD好了 哇 成功的補起來了 隊友在旁邊掩護他喔 成功把他血量抬起來 開出石化 目標是 放在元素正上 切到幻術 幻術一個F4 擋掉了傷害 終點還是 攻不下來啊 血量很低 用一個傳送門 這邊補了一個血 再回到終點來 他回到終點之後 直接把這個 摸啊 元素直接被他打殘了 打出了迷霧 我覺得這個系列符文 這個迷霧真的是 OP 你要說他OP嗎 但是 如果他沒有那個迷霧的話 基本上 現在對抗賊換組合 你要怎麼辦 你就是一波 一百到零就沒了 不過他確實是 對抗爆發 非常好的一個 符文 終點差一咪咪 就要被踩下來了 但是 還是踩不下來 這樣就要看 欸 藍隊那個點也是被開白了 原本想說他們看 可不可以用那個點 拉一點分數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沒辦法 然後盜賊跟 兩邊盜賊在這邊單挑 不過看起來 紅隊的隊友 是比較近的一個狀態 OK 攻城上點 就像這樣 紅隊的隊友 這邊現在是一個惡打E 喔 那終點的狀況 則是 喔 又有人在開砲 開尾水時就抓到一個SIMF開砲 我覺得 已經GG啦 因為時間要沒了 剩下40秒 那這個分差沒了 沒了沒了 我們已經可以說 TCG2比1 進入了決賽 對啊 剩下30秒不可能 翻回來 他們那個 元素太補了 這反而是藍隊友 倒地喔 這個砲一直在支援 所以成功把這隊友站下來 時間剩下15秒 用一個 雪爾富士把隊友給救活 但是 點可能看白 來 這個 變一個MORE 然後切個水 成功逃脫 加一個電衝 這元素的逃脫能力 真的是太好了 那我們恭喜 TCG4 就是全能 就是全能 就是他除了自己 逃命OK 然後 你可以看到他可以 為隊友 就是他可以去支援隊友 幫隊友補血 幫隊友清症狀 甚至幫隊友控場 那我們就稍等一下 等一下會來打一個 等一下要打決賽嗎 對應該是 應該今天是決賽 吧 我不太確定了 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會播兩個半決賽 因為有時候會播兩個半決賽 等一下我先把畫面切過來 ORANGE LOGO已經晉級了 所以等一下就是TCG 對呀ORANGE LOGO 哇好刺激啊 對 又是他們兩個 對呀 欸 鬥魚掛掉了嗎 我沒有 好大家先 聽個音樂 超等一下 等等就回來